請你幫我介紹座 請你幫我介紹座 上班族火氣大 超級美速要怎麼上班 這樣火氣有妙招 讓你的上班不煩惱 怎麼樣才崇懷呢 請你幫我介紹座 好 請你幫我介紹座 老夜火氣大 用眼鍋都會失明 我以前還是在上班族的那個時候 然後連打不誇張 連打三天三夜 中間只睡了大概 一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我說杯咖啡 結果那要拿那個咖啡說 完蛋了 電到盪錢 拿不到 不是 我要去拿那個咖啡 我拿不到了你知道嗎 亂死 你如果說不去處理咖啡 你就容易視力不平衡 甚至有人講我會變白 變白 然後後來會 那就 就很危險 你講過失明喔 口氣不清新 夫妻都鬧革命 早上起來他又不會先刷眼 然後早上起來他就會去找老婆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一次就很直接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親 你嘴巴好臭喔 後來我每次譬如說 老公親親一下 他就會說 你不是說我嘴巴臭嗎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你要注意是不是 他的健康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以前也有 後來發現 怎麼這樣講了 上班族體內三把火 無渣乎小心健康燒光光 怎麼降火有訣竅 今天馬上告訴你 這個我們要先來討論一下 跟定義一下對不對 因為我們搞不清楚啊 身體哪裡會有火啊對不對 來 彭醫師 火是中醫很傳統的說法 中醫喜歡用火來說明身體 五臟六腑運行的狀況 看哪個丈夫錯問題 然後就對陣滅火 比方說很常見的 它其實就是降肝火 那如果你是咳嗽 然後覺得喉嚨乾乾的 它是屬於肺火 那你不知道 你去喝了青草茶 覺得沒效 乾火的情況應該是便祕 或是其他等等的 所以要對陣來辨別 另外就是說火還分成 什麼意思 食火就是說火氣真的很大 陰陽都比較高亢 這時候趕快去卸卸火 所以有一種是 虛火 陰虛 陰不足 熬夜 或者是身體機能比較差的時候 因為你的陽沒有增加 但是相對的還是比陰多 所以身體還是會覺得熱 你要是以為這是上火 然後你就輕熱卸火 它就會 這時候你身體就變虛寒囉 變虛弱 卸火還詢問這麼大 對啊 非常大 要先分清楚是什麼火 那這樣聽起來好像 體內稍微有點發炎的現象 好像都算是上火 跟西醫的這個理論 就比較相符了 如果是上火比較偏 陰陽都偏腎的這個狀況 所以身體是有發炎反應 這個時候 細胞的活性會比較大 所以西醫是怎麼看 所謂火氣 第一個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叫火氣大 其實我們一般來講 你自己可以感覺 只要有發熱 最重要是火氣大 在西醫來講 所以這有幾個反應 第一個如果說 我們膠感神經太過刺激 什麼是膠感神經 就是我們身體 有一群神經 它是你沒有辦法 去控制的神經 例如說可能心臟的神經 排尿的神經 常會蠕動的神經 我們叫自主神經 裡面有個叫膠感神經 我們專門採油門的神經 它如果說 如果真的太高的時候 身體會發熱 如果膠感神經太興奮 就有點上火的感覺 興奮就是上火 那好沒講完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 代謝功能的異常 例如說可能我們一些 甲狀腺啊 一些腦垂體啊 或是腎上腺 它是腺體的分泌 讓你的代謝比較快 身體因為需要代謝 去產生一些能量活動的時候 它如果說太強烈的話 也會上火 那第三個我們最不喜歡的 就是一個發炎的反應 就剛剛講的發炎 因為我們可能身體在發炎 發熱 事實上這個是不好的東西 一些壞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也會上火 對 好 所以上火呢 其實中心一都有相同的 一些邏輯 是可以貫通的對不對 所以今天上班族 火氣大的困擾 我們幫大家從小火 中火爆火 有瓦斯爐嗎 差不多了 如果再沒處理 你這個大火就氣爆了 氣爆了 對 所以一定要好好來注意一下 先來看小火的部分 可能的狀況是 眼睛乾乾澀澀的 上班很難專心 有... 另外還出現的症狀就是 易怒 小事就可以爆炸 真的 有沒有這樣的困擾 有啊 你不是每天都在大火 易怒 會啊 你已經符合這個了 眼睛乾澀也會喔 好 所以這裡面我覺得 最要關注的是誰呢 誰呢 Paul 你上火道 頭髮都掉光了 頭髮都掉光了 整個都燒掉了對不對 這是怎麼了 對 其實我覺得這兩點 我以前都碰到過 我以前還是在 上班族的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 這個在年終的時候 要趕那個專案報告 然後就一直盯著那個 電腦螢幕這樣 你是什麼工程師喔 對...然後一直盯著螢幕 一直打一打 然後連打不誇張 連打三天三夜 中間只睡了大概 一兩個小時... 然後終於我說 終於打完那個句號 按下去的時候 好開心想說喝杯咖啡嘛 結果那時候拿那個咖啡的時候 完蛋了 電腦盪起來 不是 我要去拿那個咖啡 我拿不到了 你知道嗎 亂試了 就有點亂試了 因為你起來感覺那個咖啡杯 就這樣 真的喔 真的假的 然後我要拿的時候拿不到 我說 安妮詩 安妮詩 我怎麼看不到那個 上班 不要課藥 真的 真的 廣送咖啡 不要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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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不好 然後旁邊頭髮很緊 然後幫幫我兩個 來扛起來 然後看送到幾點次 然後這件事卸的時候 他真的是第一個是低眼藥 第二個冰敷 後來慢慢起來以後 他說這是幾隻 白癡啊 五隻啊 我看得到 所以休息一下就好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應該是眼睛 短暫性的啦 使用跟疲勞 那也容易怒 有 甚至我們講 那個我們同個團隊 我這樣算 暫時信了這個還好 我們有一個也是 開會開到一半 也是跟我一樣 那個加班加太久 忽然我開到在那個 那個辦公室裡面 會碰一聲 我們全部人都站起來看 什麼事發生 他真的就把這個桌子 跟他老闆開會的鐘子 不要啦 讓你去啦 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就講到一般這樣 讓你去 然後那個電腦 那個筆記錦電腦 也直接這樣丟出去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他 拉到旁邊來說 你在幹嘛 他說 他就一直在發抖 我說 我也不知道 我剛才就這樣很去的很去的 一直在跟我們說 我有多少數字 他整個就意怒 然後整個暴露就整個發起來 非常的忙 可是後來他也覺得很厚 他說怎麼會這樣 所以其實只是一時的 情緒性的爆發 火氣太大 有時候那個很難控制你 沒辦法控制 根本沒睡覺 誰還有辦法控制好情緒 對啊 就是因為這樣子沒辦法控制 後來他就離開那個公司 後來頭髮就光了 甄莉 有嗎 我們不是上班族 可是我也覺得很容易易怒 譬如說跟我老公在開車的時候 我家前面右轉 然後他就給我左轉 我就很不爽 怎麼這樣 這麼不對盤 就繞路嘛 你會覺得為什麼他就是要這樣 而且你知道我老公回家 他每次走路都不一樣 就是碰到紅燈就右轉 碰到紅燈就右轉 碰到紅燈就右轉 他不能停下來的 很像個遊戲耶 他停下來不能走這樣 他停下來不能走這樣 他很生氣 他很生氣 他一直在轉 他一直在轉 他一直在右轉 對我懷疑說 他是不想讓我知道他家住哪 因為每天我回家路線都不同 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就是很容易 這樣子就會生氣 但是我們這條題目就是眼睛乾澀 易怒這方面 到底身體是哪一把火在燒 可以燒成這個狀況 來 鳳醫師 其實它是 什麼意思 因為中醫講 乾開竅於木 所以你如果用眼過度 不管是平常看電腦或看手機 使用太多的時候 加上春天 春天的乾氣本來就旺盛 所以你這樣子 頻繁使用的情況下 損傷乾氣乾血 春天 對 又對應到節氣 所以很多人在春天 會有眼睛的症狀 不管是乾癢 視力模糊 或者是過敏等等 都在這個季節很耗發 對 那如果是脾氣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暴怒傷乾 乾是一個疏瀉的一個器官 它是負責疏瀉身體的契機 讓這個契機能夠通暢運行的 那你今天很生氣 會讓它堵住 循環不好的時候 然後又用眼過度 它會這個淤血 淤在我們的眼底 所以你就會覺得 眼睛特別疼痛 然後脾氣就更不好這樣子 所以經常熬夜 或者是戴眼睛 已經戴太久 或者是都不運動 生活作息不正常的這些方式 都會讓這個眼睛痠痛的情況 更嚴重 所以也是剛好符合 你們終於說的氣不順 對 可以這麼說 那以蜥蜴來看 眼睛乾澀還有易怒 又是哪一把火造成的 好 其實大家要小心一個問題 如果說是一種比較年輕的 而且是女性的話 你要小心那個 其實很多耶 眼睛有兩個最重要的症狀 第一個就是說 對 很情緒化 然後心悸 第二個因為有的人 他會有一些乾那個 突眼症的關係 不然我們看到那種 假裝線人到最後眼睛是突的 對 突的時候其實你的眼睛 沒有辦法去滋潤 就會乾眼 所以如果說這兩個症狀 你可能要去檢查一下 假裝線人 去抽個血去檢查一下 好 那其他地方也有 像剛剛Paul講的 我們說在緊張抑怒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緊張壓力大的時候 甚至說你有躁鬱症的時候 也會有這種問題 第一個可能一些 你很容易一個小事情 就易怒 或是你覺得 有一些變化 你就會覺得反應很大 可能只是一個小事情 你就會覺得反應很大的事情 這個是一個 所以或許你一休息 就可以好了 那如果說越來越嚴重 可能還是要去找精神科醫師去看一下 或是可能要調整作息 但是聽起來好像 賴醫師你們西醫的角度 火氣大是因為疾病 導致一些症狀的呈現 然後彭醫師中醫的角度 好像是因為內障 好像有一些生活習慣 或是體內的一些狀況 所衍生出那個火氣 好像兩個切入點是不是很一樣 對 所以中醫他會覺得 有一些是屬於亞健康狀態 或者是健康的人 他也會有火氣大的情況 火氣大不見得 都會歸在疾病這個範圍 比方說這艾醫師 早上起來口乾舌燥 有可能我敢講到這個 對應到節氣嘛 春天本來就對應到乾 可能前天晚上什麼事情 或是做什麼惡夢 然後隔天起來 真的一整天 你很明顯可以感覺到自己身體 是有生氣的 其實氣是有的 但是它不順 所以你才會覺得 哇 它是運轉得不好 你眼睛痛又覺得發不出來 所以我們才會建議要保養 對 好 不過賴醫師 依照這個如果是眼睛乾色的醫奴 我們都長期就是不管它 就讓它繼續這樣下去 會怎樣嗎 第一個我們先討論身體來講 因為剛剛講過 可能是甲狀腺的問題 那中間你可能產生一些心臟 過於快速 或是跳動很大力的問題 那其實有些人 這個不處理的話 慢慢會有一些高血腰的問題 那你想高血腰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我想其實我們心臟跟血腰 等於跟氣球一樣 是有彈性的 如果它長期在一個 很大的壓力狀況下 就像氣球很脹的狀況下 它會彈性提伐 會壞掉 所以就是你的血管系統 心臟腺就會出問題 心臟衰竭 心肌梗塞 或是心肌 會跑出來 這是容易生氣的人會這樣 對 常常會很高興的人會這樣嗎 高興的人要看你是什麼狀況 如果說你是那個節點 掉下去就沒事了 那當然就沒有關係 人家說你是一直在處於 一個很高的亢奮狀態 不管是亢奮 還是緊張壓力發怒 你是延長過久 還是影響生理 第二個他要講 其實他就是說可能 一些我們剛剛講過的 早上現在你乾眼的人 你如果說不去處理他 結果就是 乾眼症就變成說 我們前面那個角膜的部分 他容易受傷 受傷的時候 你就容易視力不平 可能甚至有人角膜會變白 變白 然後呢 那個就是 會失明 會失明 對 那剛剛講過還有一個 躁鬱症的問題 就是說你可能會睡眠不好 那有些人可能 嚴重的躁鬱症 會開始想傷害自己 一些智商的活動 就會有一些危險的狀況發生 不過如果從吃的方面 其實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做一些調整 減緩一下眼睛 或是抑鬱的狀況 對 其實吃的話 要比較在偏向是 預防的一個狀態 比如說像我們乾眼 因為我們真的會很容易 消耗我們的視力 尤其現在低頭出這麼多 那乾眼的時候 往往都會跟 維生素A有關 那維生素A它其實會存在 像我們豬肝 腰子內臟的東西 所以像我個人是營養師 我並不會覺得 這種內臟類不好 是看人吃這樣子 那再來 那或者是說 像南瓜 或者是這個 或是玉米黃樹 像在玉米裡頭 這些都是對眼睛很好的一些東西 但是要強調大家 就是像深綠色的蔬菜也很好 可是因為 6個β胡蘿蔔蔬 才能轉換成一個維他命A 而且在轉換的過程 還需要這個海鮮類的東西 一個礦物質的新 所以譬如說 像我們可以芹菜炒花枝 這種我覺得 也是一種很合理的一個搭配 因為它就可以讓你的 這個芹菜的這些的營養成分 藉由這個礦物質 這個海鮮的花枝的新 轉換成你要的維他命A 對不對 所以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乾眼神 不一定是乾眼神 就眼睛乾澀這件事情 就是它有分 就是到底是因為缺維生素A 還是缺水分 所以水分的部分 也要補足到足夠這樣子 那另外因為其實像 如果你在該睡覺的時候 不睡覺 然後又是春天 就更容易就交感神經 就會亢奮起來 不交感神經 是晚上休息的時候 應該要多 可是因為你不睡覺 所以晚上不交感神經就會 就沒有這個功能了 你就沒有辦法 就很舒服放鬆 所以你會整個晚上 一直到百天 都是交感神經耗盡這樣 那當然我們如果喝咖啡 因為你工作忙嘛 你就會想喝咖啡 喝茶 可是這件事情 就會讓你交感神經 就會更耗它的這個能量 所以就會建議 其實你月累的時候 不太建議你喝咖啡 但是會建議你喝紅茶 因為紅茶它其實在 這個情緒壓力的部分 還有這個做抗高血壓的部分 它都具有這個 放鬆的這個效果 所以在這個高壓 然後容易上火的狀態 其實不是喝咖啡 是喝紅茶 是喝個下午茶 對 單純喝白開水 其實都可以幫助你某一些 因為你上火 火之後它會燃燒一些東西 那些肺料 基本上就要經過水給代謝 所以當你很上火的時候 喝一些水 它基本是最簡單 就是把肺料給帶出來 所以你可以滅火就可以了 對 有沒有吃什麼 有可能火上加油 就是豬肝不能再選麻油豬肝 那可能就是火上加火 你只能單純類似像很 就是薑絲豬肝湯 就是不可以再用麻油再去炒了 那少一味 對啊 我跟你講 你真的說多一味 所以到時候你可能睜眼就發作開燃燒 對 對 那除了麻油類還有別的食物要避免嗎 酒 酒精也會 因為酒精是一個脫水的現象 對 超酒精 或者是 超酒壓 那其實雖然現在是春天 但是其實冬天的時候 大家還是常常都有工作壓力 那冬天的時候大家又會覺得想要補一下 那你在有工作壓力大的時候 又去補一下 那真的是火上加火 很多人這個時候血壓就會偏高 或者是說他真的就常常都會有長針眼的現象就會出來 所以這個就要記得就是 我們中醫的補要適當的補 如果你覺得你這時候需要中醫的補 麻煩來看一下我們的醫生 中醫師千萬不要自己亂補 因為補的話補不對的時候 其實是補錯了這樣子 所以中醫是怎麼叫火氣呢 那吃的部分 我們也參考營養師的說法 來教大家穴道按摩 一按就叫火氣 水要來了 對 早上起來眼睛乾澀覺得 這個鬼巴豆會沒有辦法發的時候怎麼辦 怎麼辦 中醫有寒熱必痛按四關而已 那按四關穴 它是我們氣血陰陽出入的一個門戶 只要按這四關穴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在哪裡 非常簡單 合骨穴就是陰陽關啊 對 它就是所有氣血出入的一個很大的門戶 所以兩手的合骨穴 就往下壓就好了 往下壓 對 因為我們知道它是走大腸筋 所以它會爆我們的 酸痛 酸痛耶 酸痛是因為火氣大嗎 酸痛是因為你有按到穴位 所以它會有... 它會有氣血 按對了 按對了 對 我們的想法太複雜了 那這個大腸筋 它可以排除身體多餘的熱氣 毒氣 按完之後 再按兩個腳趾 大拇指跟這個食指中間 推到底的太沖穴 我自己按都痛了一點 你眼睛不會癢嗎 你最近有沒有抑怒的狀況 沒有 不會... 好... 你要就好 這個就是大拇指跟食指按到底 這有個凹陷 然後你輕輕地壓就可以了 應該還好啦 兩個骨頭的交接會不會 如果很痛會是因為什麼 很痛其實表示你這肝筋出口是鬱結的 所以你平常容易生氣 這上面都因為心情很好 很痛快 所以按起來還好 我看到你心情絕對好 是... 剛剛艾麗斯說很痛 很痛是不是 我覺得還滿痛的耶 它有一個地方對於是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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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痠的地方是痛 所以這兩個穴道就交叉 彼此按 交叉按 所以女生要加強這四關穴 就是兩個手的合骨穴 跟兩個腳的太沖穴 因為女生都會穿這個高跟鞋 所以她很容易這個穴道是浴跡的 她沒有辦法運行得很順暢的話 回家記得 可以一定要先按手 然後再按腳 對 多按按心情就會比較好 所以艾麗斯早上起床 又發抖了 我來啊 趕快按 綠巨人浩克就不能變身了 是 好 接下來呢 這個上班族火氣大困擾 中火來了 兩八火 兩八火 來看看 好臭 河頭是說話好尷尬 還有嘴破講話 吃東西也都好困擾 這很困擾耶 感覺比剛剛的更困擾 因為這已經影響到隔壁的人 對 因為其他人只是自己不舒服 就影響到別人 人際關係 對 甚至我之前有一個 很輕生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的 也是某一位名嘴朋友 但我不能講她是誰 就是那個時候她的座的位置 我就坐在這個中間 對 然後她就坐在我跟主持人的這個 大概交線處境 對 然後我們不是要跟你講話的時候 都要這樣轉過來 對不對 然後她轉過來之後 她也跟艾麗斯一樣 就會正常地看著我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一轉過來 然後就 就聞到一股非常濃烈的一個口臭味 因為她都要一直笑 對 然後這樣子的時候 所以我現在開始 看講話的時候 都不敢看昌明哥 我就直接看一號牌 我跟你講 昌明哥就是這樣 然後昌明哥說為什麼這樣 然後她最後是連 連這個到第三個這個來賓 甄莉姐都已經聞到了 真的喔 還要這樣轉過去了 很誇張 所以我看到說 昌明哥到時候就倒退兩步 因為連你都聞到 都聞到 然後最好笑的是 我們後來要拍單卡 就一個一個的特寫 對 然後最後再拍看看 武士上 我看到連攝影機的攝影師都開始 這麼遠 往後推了 你知道嗎 沒有 拍單卡的時候 單獨的卡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嚴重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會這樣 後來她發現說 因為她是導遊 所以世界各地到處飛 所以有時差的問題 導遊 從來沒有 沒事 我什麼都沒講 什麼都沒講 兩個字 我也沒講她是男的愛女的 對 所以她就是因為 因為時差不同 沒有辦法調過來 所以她說 她已經大概一個禮拜 沒睡好覺了 所以就非常非常嚴重 但是下一次 我在看到她的時候 她睡好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那個口氣的 口臭的狀況 已經慢慢慢慢變成了 對 一個禮拜 有時候我們這樣一天累 大概或是一個晚上 沒睡好 沿路這樣下來 味道就出來 甚至還有一個更嚴重 是會破有沒有 對 嘴巴裡面會破 像我的話是 我常常容易在嘴巴裡面 會破很多 之前厲害倒是 連那個舌頭下面都會破 那個還正常 一句破三四個 艾莉絲妳會嗎 口臭 口臭我老公有這個問題 都說老公喔 不是不是 因為她習慣晚睡 她通常不到就是三四點 她都不睡覺 那我就會很早就上床睡覺 但是你知道有的時候 她早上起來的時候 因為她睡不飽 你就會覺得她身上 就是有一種味道 然後她又不太去 然後早上起來 她又不會先刷牙 然後早上起來 她就會去找老婆 她就會 好 先Kiss一下 就想要親老婆 你知道那時候 怎麼辦呢 你怎麼面對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一次就很直接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親 嘴巴好臭喔 你知道我不知道這句話 傷害她這麼重耶 真的嗎 太直接了 結果咧 她不親妳 她再也不親 因為到現在 沒有... 就那一陣子 後來我每次 譬如說老公親戚親一下 她就會說 你不是說我嘴巴臭嗎 我嘴巴臭嗎 大男人 因為她自尊心很高 然後我才發現 我用的那個方式太直接了 後來她每次就是只要就是睡不飽 或是她有口臭問題 她又要挨過來的時候 我就會去拿口香糖給她 或者是... 這也蠻直接的 我會用別的方法 什麼別的方法 我會用別的方法 我會跟她說 你知道嗎 你待會不是要出去那個上班嗎 因為你知道 待會你今天開會 我覺得大家會聞到你的味道 所以呢 口罩就拿出來 把它戴上 我就拿口香糖給她 還是戴面具 我就不會說是我覺得臭 我會說因為我擔心妳等一下出門 然後如果人家覺得妳嘴巴臭的話 這樣不是很尷尬嗎 這樣聽起來會比較好嗎 這三個方法都一樣 對啊 天怪她都不氣我了 天怪她都不氣我了 天怪全世界都嫌棄她的感覺 天怪我嫌 天怪你嫌 天怪都嫌 對 好慘 天怪她都不碰我 也不氣我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你要注意 是不是她這健康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以前也有 而且是一股很奇怪的味道 後來發現是 真的喔 真的喔 有時候反而是因為疾病 所以引發的 胃食道逆流是一種喔 還有人 我這樣講了 你們不要亂鬧喔 老婆 你要不然檢查一下口腔 還是胃 照著胃劑 憑艾力士都要戴口罩 好啦 不過呢 洪醫師 這個兩把火 到底又是從何而來 會造成口臭跟嘴破 是因為上火引起的喔 就是從 因為剛剛講肝是開窗在目 那這個皮是開窗在口 所以腸胃道的各種症狀 都會從嘴巴的口氣來略知一二 所以這個筋若也是這麼講 上唇還有裡面整個舌頭跟上顎 都是屬豬陽明胃經 那下面下顎它是守陽明大腸經 所以胃跟大腸有問題 不管是什麼樣 比如說愛吃烤柵辣 或者是愛喝酒 或者是這飲食習慣不好 你那些胃火上炎 就會導致你的口氣不好 所以應該還是跟 飲食習慣有關係的 跟睡眠沒關係啊 跟睡眠有關係 因為睡不好的時候 你的腸胃其實消化吸收功能 會影響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是因為胃不合 臥不安 還是因為睡不好 而消化不良 總之這兩個一定是 有一定的關係影響的 那以西醫來看呢 這把火是哪裡 是不是發炎了 還是怎麼樣了 好 我們還回去 從那個三個狀況來看 就是膠感代謝跟發炎狀況來看 對 其實口臭代謝來講 發炎的部分佔比較大 那一般來講 膠感的部分就是說 你可能常常喝一些酒類的東西 茶 咖啡這些東西 刺激性的物質 你會造成你的口腔的分泌 會出問題 口肝都會造成口臭 那第二個比較常見 就是剛剛昌明哥講的 只要我們口腔 其實口腔是個很大的通道 往上是鼻子 嘴巴 牙齒 下面是腸味道 對 所以這三個地方 只要有發炎 會造成口臭 例如說可能 我會知道你有剛剛講過 對 或是胃潰瘍 牙齒 牙齒清潔不好 牙齒衛生不好 或是有牙齦發炎 牙周病 這個都會 那其實鼻子也要小心 鼻子有鼻痘炎的人 你會發現說 他第一個會常常流那個黃鼻涕 那個因為 他是濃在你的鼻腔裡面 對 其實這是相通的孔道 所以會常常嘴巴 也會受到一個口臭 對 你別想 不是上班族 我兒子因為他也是過敏 鼻子常常都會塞住 對 鼻過敏 你會覺得他有一點口氣 對 對 就因為過敏 嘴巴喘開 因為我們在躺的時候 我們一些鼻涕會倒流 倒流擺在鼻腔 可能你還沒有感覺那麼嚴重 你倒流到口腔裡面 味道更重 而且他嘴巴可能都開著水汁 開著又乾 又乾 然後又代謝又擦 然後又乾 那個細菌又更多 就更嚴重 那譬如說怕口臭 那可能我就每天吃糖 就是想到的時候就吃糖果 含在嘴巴裡面 然後那這樣會不會影響 第一個糖果就是治標不治本 你是含糖果 讓那個糖果的香氣 蓋到那個臭味 但你要想 第一個他蓋了以後 他那個甜味 還是會產生一些細菌嗎 它其實會產生更多問題 你可能當時是好的 可能你不吃以後更臭 因為沒有解決牙齒的問題 沒有解決鼻子的問題 食到膩油的問題 對 那嘴唾呢 嘴唾的話其實他就跟 比較跟代謝比較有關係一點點 這個我們都知道 只要我們緊張壓力大 或是我們食物攝取不足 或是感冒的時候 就容易嘴唾啦 那第二個發炎的部分 可能還要小心是不是有 泡疹的問題 那就是細菌感染的這樣 對 細菌感染 或是你免疫力低下 一些病毒細菌跑進來 會造成嘴破這樣 那像破之前 一次四個五個 那那個是 這個的話要看 如果說泡疹的話 是嘴邊比較多 但是裡面的話 都在裡面耶 裡面的話就看你有沒有吃一些 刺激性的物質 香菸酒 有的人會吃檳榔啦 這個會有影響到 會不會他可能是 對 這嚴重了 這麼嚴重嗎 有有有有 來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像有時候其實 不管是我 或是我的孩子 或是我的先生 有時候我們其實都會這樣 然後所以我會在家裡背那個 黃蓮 就是黃蓮的膠囊 解讀黃蓮 對然後只要我覺得 就是我們那時候 比較有在熬夜 我發現我們家弟弟 口氣比較差的時候 我自己跟弟弟都會一起都會吃 然後我覺得就有 我是聞 因為我自己可能就沒辦法聞 這樣不準嘛 然後我是聞我們家兒子的 但是就是有改善 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方式是正確的嗎 黃蓮 然後嘴破就會減輕了嗎 是口臭還嘴破 嘴破跟口臭我都是吃這樣 都吃黃蓮喔 嗯 因為我想說是不是 因為這樣就是火氣 還是因為兩個都吃了 就聞不出來了這樣 黃蓮我看到就OK了 麻木了 這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解釋 黃蓮它是降胃火 所以如果你是 胃火引起的這個口臭 甚至嘴破 它一定會對症 所以會有效 那要注意什麼呢 長期之後的體質 因為它會降火 所以我就說 一開始就說 你要先分清楚 小孩子應該是代謝要比 大人要再更強一點 因為他要長大的 你長期把他的火 這樣降的時候 他的生長會不會 比別人慢一點 他會不會營養不良 他會不會食慾不振 難過我小時候 一直吃黃蓮 對啊 可是我們是沒有意思 對 那長期胃火旺 要去找原因 是因為壓力造成的 胃食道逆流 胃酸太多嗎 那這個時候應該要 減少甜食 減少熱量的增加 比一直持續吃這個黃蓮 會更建議 可是我覺得 如果從一個口臭 就來診斷說 身體哪裡哪裡哪裡 其實不容易 應該要伴隨一些症狀 對不對 然後才看說 你到底可能身體是胃出問題 還是哪裡出問題 其實口臭不像第一個 講的這個眼睛乾澀 應該有時候 或是火氣大 只是說一個亞健康 口臭一定是身體 有某一種疾病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這個表 給大家整理一下 對 假設第一個 你在短時間內 因為你有時候 有工作壓力 你一定要在五分鐘內 吃完一個便當 短時間內抱飲抱食 你吃完嘴巴很臭 又容易打嗝 這個時候你的腸胃 是很容易激熱的 所以這個時候的口臭 我們是用這個 來處理 那如果像第二種是 你個性很急 你非常容易緊張 壓力大的 這屬於心肝火旺的口臭 那這種口臭 你在降這個火的時候 就要用一些 比較平和的甘草 也不會建議用一些 苦寒的藥材來處理 因為甘草 比較能夠長期的飲用 它是核中的效果 對 如果是第三種就是說 有的就是 隨時不離手 體質比較偏濕寒的這一種 那它是屬於 腸胃寒濕型的口臭 那這種口臭它的特徵是 臭之外 你還會容易拉肚子 因為你的脾胃濕寒 你容易吃什麼就拉什麼 真的啊 這個時候請多吃山藥 來保健我們的脾胃 腸胃保健好 你反而比較不會有 這種虛寒型的口臭 你吃的老公是這一種 對 那山藥的話 我們家其實一直都會 每個禮拜買大 那你們都怎麼煮 但是日本人都吃生的 真的 那我們台灣習慣就是把它煮熟 煮在湯裡面 對 那生吃跟熟吃 它有效用不一樣嗎 有 其實就是會建議 比方說熬個排骨湯 或是魚湯 然後把磨成泥的生山藥 悶一下 讓它就是有一點熟 可是不要煮到它的 酵素都失去活性 生藥的吃法 其實要保持它一定的酵素 這樣它裡面 對於蛋白霉的吸收效果 會比較好 那這樣吃生的 不是最有活性的嗎 吃生的東西 像日本人他們長期生了飲食的習慣 其實它的腸胃是偏虛寒的 對 這個時候請在所有的飲食 加一些生姜片 幫它暖胃 然後沥水小種 它的口氣 或者是腸胃循環 都會比較好一點 或者說 來吃生的山藥的時候 因為它比較冷 來吃一個生姜 炸 炸蝦醬 炸蝦醬 就自身這樣 對 因為炸物 對 他們配炸物嘛 兩個就是中和 然後又有這個澱粉來 我隨便講是對的 其實有道理耶 你終於成功了 成功了 誰便講 終於有一遍 終於有一集 我可以坐到專家的位置了 就憑這個 就憑這個 最後一個也是我們常常見 就是說 你的口臭還伴隨著 你其實有剛剛講的過敏 就是小朋友很常見的 反覆鼻過敏 鼻涕倒流 你的嘴巴那味道 其實是鼻腔的細菌倒流下來的 這時候你的肺中有預熱 所以你除了口感口臭 你還常常會咳嗽口苦 甚至常常會呼吸急促 髒口呼吸等等 這種的請要加強這個背部 背部的條例 那最常見就是這種 玉竹之音的失禪 像昌明哥剛剛講說 會不會有可能是口腔癌對不對 對 其實之前真的有新聞說 一個上班族的女性 她的舌頭破 不曉得為什麼 破了長達四個月 就是好好壞壞 好好壞壞 後來發現 就是口腔癌的第一期 有些徵兆啦 你又可以做到那 你兩個可以做到那 天啊 我原來只是關心破而已 對 所以像這樣子 是有可能發生對不對 還有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疾病 可能因此引發 好 第一個 我從頭開始講 口臭的部分 我剛剛講過有些 口肝口臭 或是吃一些刺激性物質 醃酒的部分 你當然吃久以後 你口腔的那個防疫能力變差 我們就病從口入嘛 所以常常會有一些疾病會出來 那第二個剛剛講口臭 還有三個部分嘛 鼻子 口腔 牙齦跟我們的胃的部分 所以說你不處於這個問題呢 整個鼻腔在裡面爛掉 那牙齦會 牙周病 牙周病就是看你牙齒會掉光光 牙齦就是它沒有辦法抓住你的牙齒 牙齒都掉光光了 那再來是 胃食道膩有久會變什麼 變成胃潰癢 會出血 那你如果拖到那個時候 就太慢了 對 那第二個就剛剛講那個 嘴破的部分 我剛剛講過就是有些 自體免疫失調啊 一些泡疹的會這個樣子 第二個就剛剛文華講的 口腔癌也會 口腔癌 其實大家 昌明說的 這是不是 我剛剛說的 答對了 昌明說的沒錯就是 口腔癌的部分要特別小心 因為其實現在政府最近在抓這個 口腔癌這個部分 哪些是高危險群 只要你有抽菸灰酒吃檳榔 這幾個重要性裡面 檳榔最重要 有吃檳榔就一定會有問題 因為裡面一些 石灰的物質啊 檳榔的物質 都會造成一些口腔癌 第二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菸 再來是酒 你只要有吃這幾個東西 破壞口腔的黏膜都是有危險的 事實上你想想 酒精也是一個刺激性的東西 抹在皮膚上 抹在傷口上 一定會痛嘛 一定會死你嘛 那種感覺 所以你的口腔是個黏膜組織 一定也是會破壞你的口腔 那醃的話就是有些 膠油成分啊 檳榔是它本身就是致癌物 裡面一些石灰 也會清醒你的口腔 所以你有吃這些東西的人 你如果嘴巴常常破 而且破了很久沒有好 就去檢查一下 就危險了 好 那營養師 我們這個飲食上 怎麼樣來調整 其實我們要先把疾病找出來 再去對症下藥 那我們先講 比較普通常見的 就是說很多人都會 在這個嘴破的時候 都會說他要補充B群 你知道嗎 來不及 之前就要補充 真的啊 不是你之前 你不曉得你會破啊 對 B群很重要 每天都要補充 沒有... 昌明哥你要常常 問那個嘴破的人 你們在要嘴破之前 一定有一種感覺 有感覺 什麼感覺 就是那種種 然後嘴巴那邊有點... 熱熱熱的 對 熱草蠻 阿癢草蠻 當然是今天怎麼知道 你不是青春期呢 然後就開始流汗 沒那麼誇張 還流汗 是在演歌演習啊 真的會有腫障 會發熱的感覺 對 但是流汗可能太誇張了 倒了汗好不好 那那個時候吃就來得及嗎 對 所以當你覺得那個怪怪的症狀 出現的時候 其實你的B群的頻率 就可以照一天三餐來吃 然後那多喝水 就比他原本該吃的再多一點 對... 因為假設他寫一天一顆的劑量 你可以那一天兩天 你就是照一天三顆 那吃脫的不會怎麼樣 原來B群基本上是水溶系 對 你才會過敏的人 你就早就會過敏了 那那種B群 是一般的B群就可以了 還是要專門買那個 嘴破用的那種高單位B群 都可以 可是如果你嘴破高單位的B群 相對你可能就沒有辦法 一天三顆了 所以我說是普通常態的那個B群 然後他會寫一天一顆的那種 那你就可以抓到三顆來沒有關係 那它才會有辦法壓下來 那如果你真的破的時候 它已經來不及做治療了 那你甚至可以說B群加C都可以 或是維他命C有泡定有沒有 那種喝的增加一點 對 增加一點液體量也可以 那我們剛才上面的那個小火的時候 用的是紅茶 那這個時候的這個中火的時候 要用綠茶 因為紅茶其實是發酵的東西 所以它其實壓一壓小火還OK 可是當紅茶發酵 它其實也會比較熱的 所以像綠茶是完全不發酵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來滅中火這樣 那當真的在這個嘴巴破的時候 要提醒大家 堅果類 像酪梨 雖然很健康 可是這個時候就不適合吃 因為會火上加火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可以多試一些像 有些人早上會打那種 無果什麼蔬菜 對 苦瓜 西芹 什麼瓜 什麼那種 那個就有用 那個就是有用的 對 那這個時候的生冷蔬菜 果汁這個就能夠接受它 對 所以或是你就要吃些西瓜 這種降火的東西 都是能接受的 那以中醫來講 是不是有什麼中藥 可以喝一喝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選擇像枸杞 菊花 甘草 綠茶這類的飲食 就是我們因為綠茶它 剛剛你老師有講過嘛 對 它裡面也是含有耳茶素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在嘴破 或者是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應該要喝這種比較清涼 可以就是降火的東西 所以剛剛講的一些寒涼的東西 現在就都不是禁忌了 現在可以多喝西瓜汁 多喝柳丁汁 而且在嘴破的時候 當下喝 而不是之前喝 那這種就不會分 到底是什麼樣的體質了 因為這個就是 不管什麼體質 它都還是會有 上火的這種情況 它還是會有發炎 發炎的時候 就一定要先解決 這種急性的症狀 讓身體先回復平衡 再做基本體質的調理 所以我剛剛講說 常常有人說 黃旗 苟旗 紅早茶 很多人喝了都會覺得 上火反而嘴巴會破 為什麼 因為黃旗跟紅早 都是補氣的 所以我們其實 不應該在身體覺得疲勞的時候 又把這個陰補得太強 然後氣補得太強 因為你血沒有跟上來 這時候嘴巴只好破掉 因為它沒有一個出口 所以我們應該要多吃滋蔭的 介紹這個枸杞 黃旗 或者是甘草 其實這些東西才能夠 比較長期的喝 對 好 來 緊接著 最大的火氣 三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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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了 來 嚴重 口味變重 辣炸油 你這樣的食物才對味 絕對是的 對 但是 便祕症 早上來上班做力難安 這個情況 現在現代的生活 誰不靠口味變重的東西 又要先問Paul 來迷補我們工作的那個繁重 這種口味一定是抗火 對啊 你也說我們說真的 錄影真的會比較晚 然後比如說大家錄完影 比如說我們一起小鐘哥 玉琳哥說 吃東西吃東西 但九點一去 要去健康 每一家正常的都關門 唯一剩下什麼 不正常的 麻辣火鍋 就是口味比較清淡 已經沒有了 就只吃這種麻辣火鍋 青州小菜 燒烤 因為太淡了 太淡了 串燒對不對 你們都吃這些 甚至我們之前吃到的冬花 因為大家都已經重口味到 有一次 就是錄完以後 我們還感覺說有點好像感冒 然後那個麻辣火鍋店 還非常有名的一家 他說我們這個麻辣火鍋湯 我跟你講 純中藥鏈的 我們那裡面的那些員工 只要感冒 我就叫他喝一碗 純的 辣湯 原汁 涼的 這樣你也相信啊 沒有 他說真的真的 你要相信我 Paul 你是老顧客我相信 然後這樣我說 他就拿了一碗 而且還是涼的 涼的那個 原汁 辣湯 就這樣一個 隔天之慘 喝下去喔 沒有 剛開始喝下去的時候 本來已經頭暈暈的 當下馬上就 神清氣爽 有精氣的 神喔 感覺不錯喔 有五哈喔 有五哈喔 對 結果回去後就買了 大罐的麵樹莉達姆 有個連沙的一個禮拜 你知道嗎 因為太鹹又太辣 又太油 你知道嗎 就這邊好了 下面不行了 你知道嗎 就忍不住了 然後就蹲在那邊啊 對 身身好像什麼用 被整 艾莉絲 來... 有沒有這個三把火鍋 有沒有 還是你老婆 其實平常算吃比較清淡的人 就我不太喜歡吃太油 或太辣 或味道太重的 可是有的時候 因為真的很忙 或工作壓力很大 你就很想大吃一頓 大吃一頓的時候 你吃那種什麼清淡的東西 你就覺得好像沒有吃一樣 沒有感覺啦 我就會去吃燒肉啊 或者是跟朋友去聚餐啊 或吃牛排 可是很奇怪 我每次只要吃完這些東西 我吃完之後半個小時 我立刻缺氧 缺氧 會腦子缺氧 然後我會立刻要睡覺 沒有經過火災嗎 還是... 還是不想付帳單 還是不想付帳單 還是不想付帳單啦 你是離開車 要救救護車 離開車啦 離開車啦 早說啦 對啊 你扣我們嘛 對 不用這樣... 媽媽我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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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底為什麼缺氧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要吃完這些東西 我就會開始覺得 身體很不舒服 然後我會開始覺得 好像整個人沒有精神 然後缺氧很疲倦 然後我就會需要去睡覺 好 所以呢 這種口味變重 這種食物 然後加上便秘 痔瘡 這個火到底又是從哪裡來 來醫師 第一個口味變重 它絕對是跟壓力大會有關係啦 你想喔 剛剛他們講的例子都是這樣子 我們在一個很累 壓力很大的狀況下 我終於可以休學 我在吃這種重口味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壓力大的時候 其實整個神經都在緊繃的狀態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壓力大的時候 你又吃一些很清淡的東西 其實你會覺得不夠味 沒有感覺 對 就像阿醫師講的 其實我們在一個很困難的時候 它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去 其實到某個零界點 真的有人因為這樣子暈倒 就睡著 是不是 所以不是我不付錢 那另外有些人 他一些發炎 例如說口腔的發炎 它會讓你的味覺不敏感 也會造成這些 吃東西沒有味道 吃起來沒味道 但是大部分還是以壓力造成的為主 會比較多 比較多一點 那第二個便秘症狀的話 當然也是會跟一些壓力 跟一些自主神經會比較有關係 例如說我們久坐 久站 或是我們肥胖 或是一些熬夜 排便不順暢 因為其實我們在膠管神經刺激的時候 我們排便會變慢 有沒有發現我們緊張的時候 其實是大便打不出來的 你越想打越打不出來 對 反正說你在緊張的時候 它是打不出來的 會造成便秘 那當你在便秘的時候 腸會蠱動更慢嗎 吸收水分更快 變成說你的大便會更硬 所以可能你真的很用力大出來 就一顆一顆的養大便 跟警察阿姨比較有關係 那便秘跟症狀是一體的兩面 當你便秘的時候容易長痔瘡 當你長痔瘡的時候 肝門不舒服嗎 更不想大便 更容易便秘 其實我們看這個 這麼火的東西就是 中醫覺得食物的腺味 跟我們的五臟是相對應的 就是人自己會去挑 你需要的食物 就是你肝火旺的時候 你會想要吃酸的 你如果心火旺 你會想要吃點苦的東西 你會覺得很舒服 因為不好的人喜歡吃甜的 所以你吃太多辣 或是重口味的東西之後 你會覺得整個缺氧 肺缺氧 所以你要睡一下 睡醒了 或是這時候給個那個含氧基 你可能會覺得精神就回來了 所以是正常的是不是 所以就廢氣虛 對 到底塞了多少錢給他們 那天飯錢 沒有付的飯錢其實都拿來 付給兩位醫師 所以是真的會耶 會 它會反映在我們吃的食物 就像人的身體會改變 有一天你突然覺得 你去運動肺氣好 你會覺得說 這怎麼這麼辣 我不吃了 你本來不覺得它太辣 你身體會口味會改變 就像懷孕的時候 你的腸胃你會改變這樣子 那其實如果像這個便秘 或是痔瘡的問題 中醫也是從這個腸胃燥熱 意思就是說 你就是久站久坐 其實是蹲的這種姿勢 或者是你熬夜睡不好 吃一些烤沙蠟的東西 引起這個周圍 痔瘡的這個靜脈 從淤血 所以才導致所謂的痔瘡 那治療的方式 還是從這個腸胃卸熱的方式 來處理 那這樣子 我們從一把火到三把火 然後每一個 如果長期不管它的話 其實後果都還滿嚴重 你像兩把火 這可能就是口腔癌的狀況 那三把火如果長期不理的話 那賴子 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看我們吃的東西都是一樣 我們大家有沒有一個印象三高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吃什麼東西 鹹的甜的油的 重口味 都是重口味的東西 對 所以第一個你吃這個東西 短期內 你會覺得很爽快 但是長期來講 會有三高 三高什麼問題呢 血管硬化嗎 那你在很亢奮壓力大的時候 其實我們血管 又會再收縮一點點 更容易引起一些心臟疾病 跟腦中風 跟一些缺氧的問題 第二個 痔瘡的部分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一些初血的問題啦 好 就是初血啊 貧血啊 那有人痔瘡不處理以後 其實他整個腸子 他沒有辦法把一些髒的東西排出來 那個髒的東西在你的大腸裡面 發酵變化 容易引發大腸 對 這是要小心一點 好 那這個中醫師 這如果說五臟六腑都是火 我們這上班族 我們當然要來調理一下 一個禮拜夠不夠 可不可以來做一個完整的調理 夠啦 夠啦 來 總做 一個禮拜就夠了 一天只要吃一樣東西就夠了 快說 其實我們有一個好方法就是 我們中醫有這個五臟六腑的觀念 所以我們把它運用在 週一到週五上班日 上班日的時候調理 週一養肝 週二養心 週三健脾 週四潤肺 週五再來補剩 週六就是那樣 週六就是放芭樂 我不會丟 炸雞 鹽豬雞 調養一個禮拜之後 六日可以休息一下 禮拜天早點睡就好 那禮拜一養肝吃點綠色的東西 菠菜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是綠色 然後配個芭樂 如果你喜歡吃中藥 枸杞是最建議養肝的一個藥材 那養心的話 紅色大家都說番茄 對這個心臟非常的好 那這個蘋果也是 一天一顆蘋果嘛 那醫生就遠離你這樣 那中藥的紅棗也是很好 養心的一些食物 一天一顆 對 那到禮拜三就是這個脾胃 開始有點沒精神啦 我們健健脾吃比較好的 吃點木瓜來幫助消化 那這個中藥的山藥裡面 也是有一樣的效果 那要潤肺的話 可以吃一點絲瓜水梨 然後配一點這個玉竹 補腎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些芝麻 黑色的像葡萄 或是吃一些手屋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 造了這個五臟運行 它就是乾心疲憊生的順序 吃適合的食物 這樣一個禮拜調理 你真的會感覺心情好很多 火氣這樣很多 比較不會容易生氣 那其他三餐 我們都正常吃嘛 一天只要吃一次就夠了 就一次 然後其他我們東西就是造原來的 真的喔 對 造正常吃 然後多吃這一類的食物 那這些什麼炸蠟油這些東西 那個禮拜要避掉嗎 炸蠟油的東西 原則上它會比較容易引起火氣 所以在做這個火氣調理的 這個禮拜 請避免再吃會上火的食物 而要多吃這一些建議的食材 那我們是不是一個月 只要做一個禮拜就好了 還是一年一次就好了 原意你會不會太久 會不會太久了 會不會太久了吧 沒有 我要用照潤年 潤年 潤年 所以我是女生啊 我會建議一個月 就是在月經後的第七天 開始吃 吃一個禮拜就好了 就是結束 結束開始期算嗎 對 月經來的第一天算第一天 從第七天的那個禮拜 前後轉一下 因為有時候第七天不見 是星期一嘛 就月經後的那個禮拜 狀況最好 你最有能量 可以來一個什麼 因為排卵期後 你可能會水腫 心情不好就不要再這樣子做 就不用再這樣子吃了 那男生呢 男生就無所謂了 男生就是跟著女生吃 那你吃的時候 他就是這一週 就是要進行這個 那這個板子可以帶我們 帶回家嗎 可以上電視或者是 這個板子只有一遍耶 這我們要帶回家 貼在我家 上面要叫我老公記得 是這樣 好 也可以 那或者是我們把這個板子 PO在我們網站上 大家都可以 這樣好不好 讓大家降降火氣 對嘛 不然上班族平常工作 壓力就夠大了 對不對 我們如何讓這個火 降到最低 我們工作效率會高 家庭會婚姻幸福 是的 同友的這個合計關係 人際關係又會很圓滿 像在醫生一樣 心平氣和 對 現在有鬆快嗎 有 有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有鬆快嗎 謝謝 謝謝 謝謝